攝影機關核四存費的核四公投 現在卡著投票率不可能過半 因為很多人不在戶籍地工作啊 不在那邊上學啊 所以可能懶得回家投票 或者是沒有關心到願意為了核四公投 花錢花時間難來北往 因此呢 新北市長朱立倫就先提出了不在籍投票 然後呢 張煙化說好啊 然後現在說其實執行上面是有困難的 因為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啊 核四公投不排除要延到年底 核四公投争议朝野火在烧 战略化启动沟通内阁 笑秘密跟台湾党立委座谈 只是核四公投还有安全性 和门槛卡关 新委长朱立伦这个时候抛不在即投票 又成了在业党剑靶 江奎顺势出招 他也没有在台湾工作 他的工作机会不会受到 核四有没有影响 那我要请问院长 在这里推不在即投票 他的正当性何在 如果他有正当性 为什么在以前院长 你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不去推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去确保渡市是安全 然后才能不能交付公投 如果比较快的话 大概八月是有可能 但如果比较慢的话 可能到年底也有可能 用核四安全性逐起防火墙 江奎化延长阵线 松口公投实际点 不排除延到年底 明的给立法行政部门缓冲时间 等于对好同学朱立伦的 不在即投票主张 是踩刹车 多重选举或者是 有非常多选票的情况之下 技术上的困难可能就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那如果说技术上的困难很大 以至于它需要 比如说五个月之类的时间的话 那我们要看看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等待 这多几个月的时间 核四公投发展到蓝英终身代 对不在即投票的看法分歧 要公投正式上路 恐怕不是服务一致乐观其成 就能顺利达政 专心我们黄明君秋春台北财富报道